作業就繳交兩個檔案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要存一個檔叫XLSXS 就Excel檔 另外的話還要存成一個叫做ODS 這個ODS的話是Open Document 就是開放資料的平台 等於會用到的格式 反正就兩個檔案就對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還沒完成 OK,所以他這邊還有提到什麼 第72棟比較特殊 他不是要我們用那個五分位那個 就是這種手機的這種 收訊狀態 而是要用什麼?用那個一個 旗子,這個旗子呢 如果他低於5% 那就是用綠色的 低於20% 到 高於10% 包含的話 那就是用什麼? 黃色旗子 其餘的話呢 不標示 OK,這個地方是最難的 這一題的話應該這個地方 應該是最麻煩的 所以特別注意 細節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一樣先選取這個 72棟的 往下 Ctrl Shift向下 第1步 第2步的話呢 它要是旗子 旗子的話在哪裡呢? 圖式級裡面有沒有旗子? 有在這裡 不過呢,如果你選這個 它的標準不是 就是要長這樣 它要長什麼? 就是 低於10%的 是綠色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OK的 它低於不是高 它剛好顛倒 所以Ctrl 字一下 復原一下 然後應該要什麼? 選擇的 圖式級 請你選擇其他規則 如果你要 自己定義的話 那你就選擇其他規則 其他規則怎麼做? 第1步 請你先選擇什麼? 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你要先自己選一個 圖式的樣式 自訂 這邊的話 它預設是這個 我們不是要這個 我們要找旗子 所以你就找到那個旗子往上 剛好在上面這個 第2個的話呢 這個詞 應該要顛倒一下 它這個地方的話 當 什麼呢? 這個詞是小於 裡面這個詞小於10的話 百分比嘛 10 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們就應該給綠色的 因為題目是要綠色 不是紅色 所以改成綠色 OK 有沒有 它會什麼? 小於 等於 應該沒有小 應該是小於 OK 小於等 它這個題目有沒有要等於 看一下 這題目 剛好是低於10 所以這個應該不能有等號才對 會不會嗎? 跟這一樣 應該是選這個 大於 當它裡面是 那個詞 等於是10 可是問題 這是有BUG 怎麼看到的跟 實際上的不一樣 這個是 應該沒有等號 反正這個有等號 這邊 先這樣 理論上應該是看這個 當它是小於10的時候 OK 所以以這邊為主 第2個的話呢 就是 20之間 所以這邊改成20 然後是黃色旗子 應該這邊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小於等於20 20之間 有沒有發完20 我看一下 這題目裡面是沒有 所以這個應該沒有等號 所以這個沒有等號的話 就是改成 一樣這個 OK 所以是這個 跟這個 OK 主要是看這邊才對 最後的話 其他的就是沒有 無儲存格圖 所以 只有綠色的旗子 跟黃色的旗子 佔的百分比 OK 他們確定一下 所以呢 如果這個範圍裡面 是成績最好的 財寬我標 沒錯 成績最好的應該是最低的 是 負17的這個 負17的 然後另外黃色的旗子 大概就負16 就是說呢 比較低於標準幹多少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最好的應該是 低於標準的18幹 等於他可能要打 的幹數 他低於這個標準 OK 其他的話就是 OK 理論上這樣子OK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結果應該是 管理一下規則 這邊把它再按邊緝一下 要跳出來 記得應該是 主要是看這邊 小於10的用 綠色旗子 小於20到10之間 是用黃色旗子 其他的話就無儲存格 按確定就OK了 再來的話 他題目還有要求什麼 還有兩個 一個是 淺綠色的部分 淺綠色我們來看 淺綠色就是 A1到N2 A1到N2 A1在這裡 N2在這裡 按SHIFT鍵 第一步先SHIFT按住 第二步給它淺綠色的 淺綠色的話就油漆筒 油漆筒 旁邊有個箭筒 意思就是我要針對這個範圍填顏色 填什麼顏色呢 他說是淺綠色 淺綠色 這個就是淺綠色 所以把淺綠色點一下 反正題目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我們主要 眉醜現在不是那麼重要 最重要是你要通過 如果是正照考試的話 你不能反正照標準 你不能說 這個好醜喔 如果你真的考試 黃色比較漂亮 完了沒有分數了 因為考試是一定要正確的 一定要跟他 題目要一模一樣 這樣的話我們填滿顏色 最後存檔 存檔的話 這邊對今天要繳交兩個檔案 這邊雖然叫做EXA01 請你把它改一下 這邊通通叫102A好了 102A 這邊也叫102A OK 102A就可以了 這個因為我用滑鼠寫 所以很難寫 大概知道一下OK 存檔呢 最後記得另存新檔 檔案 這邊有個另存新檔 瀏覽一下 檔案另存新檔瀏覽 瀏覽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這個格子 把它存成102A OK存檔 這樣就完成 第二個 存成 ODS 另存新檔 瀏覽 存一個什麼 特別最好 那個格子 請你選擇這個底下的最下面一個 Open Document Open Document ODS 付檔名就是ODS 然後它的檔名就是102A 按儲存 OK 他說會不相容 他說會不相容 要不要 當然要 就按4 OK 這樣的話 最後我們就把它存檔完成 那今天的話 你們就繳交這兩個檔案就OK 所以這樣 待會我會開那個 就是 讓你們繳交的那個 結果 你們就把剛剛存檔的 這一個跟這一個 上傳上來 那這一題 就大功告成 OK